白鹿罗云西不会真的在谈了吧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罗云西的帽子今现520节日情侣款 讲究说如果罗云西在令情商没什么进展 又怎么会戴520情侣款的帽子呢 为此小编猜测这个人会不会是白鹿呢 因为在5月19日时 罗云西曾在微博发文 最在意在心里你是我的心头之爱 要知道白鹿罗云西才刚刚合作完长月记迷 两个人都还沉浸在剧中的风味中难以走出 所以小编好像就突然明白 罗云西在发这句话时 心里那种想官宣却又不能官宣 想要全世界高调表白鹿鹿 但却只能放在心里的那种心情 所以才会在别的地方宣誓主权 比如那个BLSG520独家限定帽子 比如衣服上的小熊元素 比如那个名页库存 可想而知罗云西有多爱鹿鹿 她的那句心头之爱 怕也只有她自己明白指的是什么 小编在这里大胆猜测一下 罗云西的心头之爱指的大概率会是白鹿 而且白鹿罗云西在采访中 不是就曾互表过心意吗 在采访中白鹿曾透露 我比较适合能跟我闹在一起的 不喜欢那种很严肃的 那种能跟我闹在一起的那种类型 就是不喜欢那种很严肃的 而旁边的罗云西在听到白鹿 谈到自己理想型 也是立马表示 我发现真正的恋人 在生活中也是吵吵闹闹 其实我发现真正的恋人 在生活当中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样 话说他们口中的吵吵闹闹 是不是就是他们片场中的那样 比如像情侣那样一起哭一起笑 像小朋友那样开怀逗笑 甚至不经意间就摸上对方的脸 把玩对方的秀发护着他宠着他 表面伟男其实心里爱着呢 他们在片场一起笑一起闹 真的就同小情侣一般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长月机名的花絮放的 大都是罗老师主动的 鹿鹿主动的基本没放 在这里有个冷知识 电视剧的花絮要放出来 经过演员两人本人同意 所以说长月机名放出的花絮 白鹿罗云星也是看过的 但为什么鹿鹿主动撩罗云星的花絮 放出来的并不多呢 其实这是罗云星为了保护鹿鹿 要知道之前有工作人员爆料 说白鹿有很多主动的花絮视频 但鹿鹿鹿不让官方发布 害怕有网友说鹿鹿倒贴 不过他却主动适出 自己主动的花絮视频 这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是他自己喜欢白鹿 所以就会给大家一种 他们错过了的错觉 但其实不是他们甜蜜着呢 况且罗云星在发布会上也说过 如果我有喜欢的女生的话 那就是宠 忘死里的宠 大家再看看片场中 罗云星时时刻刻 关注着白鹿的眼神 还有那怕露鹿受伤的 那下意识保护的动作 这难道还不是宠着她吗 真就是始终把露鹿放在手位 罗老师也在用她的方式 保护着露鹿 所以罗云星 你是喜欢着白鹿的吧 而且在花絮里有一个细节 也非常值得细巴 当时拍摄脱衣服的戏份 罗老师和工作人员说 我穿得很快 扭头还和露鹿重复了一遍 工作人员同意了 但罗老师没有反应 直到露鹿说 去吧 罗老师才行动 之后工作人员突然大笑 有一种荒笑情侣的感觉 之后在杀青当天 露鹿丝和同事拥抱 当时我们的云星就在露鹿子旁边 晃来晃去 罗老师赤促狂魔 鉴定完毕 后来在4月份 白鹿遭到了网络暴力 被迫发文向网友们道歉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罗云星和白鹿在直播互动中 我们的露鹿子 神情美了 之前的活泼 表现得很犹豫 很低落 在这次的直播中 罗老师穿了13D的衣服 小熊靠在她怀中 大熊护在她身后 而且在那次的直播中 我们都要露云星 夺此夸露露的眼睛 安慰白鹿 低落的心情 况且白鹿和罗云星 也算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两人如今都是一线业园了 再顶峰相遇的感觉 稳如泰山 罗云星自爆白鹿 是一个善良 五拘五束 随心的女子 且没有任何缺点 除了嗓门大 善良也是白鹿最大的闪光点 她的确是一个 非常善良的女演员 曾经的工作人员也自爆 白鹿曾打钱 给她去上行李课 在跑那中 白鹿看到宋云琪的头发 粘连着名牌 她都不忍心撕掉 善良的女人是最可爱的 她的善良 一直都被罗云星看在眼里 白鹿也在 最新的总演节目中 官宣自己是单身 许多外有喊话 张力鹤嚷嚷嚷罗云星 毕竟她都35岁了 其实张力鹤纯属实是同事 她连入场券都没有 白鹿并不喜欢张力鹤 两人吵CP也只是为了工作需要 白鹿心中真正最爱的人 就是罗云星 在白鹿被网报的那一段时间 罗云星还罕见的 唱了白鹿最喜欢的歌 还放了一段 多年不曾跳过的 芭蕾舞视频来鼓励她 这就是罗云星暗绰绰的在呼吸 白鹿和罗云星能否散搭 作为老板的余政放话 看缘分 她并没有把话说死 两人如今都是一线大咖了 要合作的话 肯定要看剧本 如果散搭 白鹿和罗云星 极有可能会走罗金和唐鹰的路线 从白老师 鹿鹿到妖门 再到小宝贝 这不就是妥妥的偶像剧吗 罗云星的原生家庭非常幸福 父亲是舞蹈老师 所以一直是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 罗云星也获得了最高荣誉和花奖 这一切都和爸爸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父母也非常开明 对儿子满满的爱和包容 从来不给儿子任何的压力 同样白鹿的原生家庭也非常幸福 白鹿在公开上课说过 自己的父亲是高铁工人 从来都敢证实自己的家庭 丝毫不担心被看不起 白鹿和罗云星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幸福 而且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想象到 白鹿如果嫁给罗云星 她会有多么受宠 罗云星公开希望五十岁时就退休 回到成都生活 她最项目的就是父母目前的生活 没事旅旅游 国安逸的生活 罗云星是一个懂得规划的男人 如今她并没有因为大红大紫而摆架子 反而在剧组专心拍戏 白鹿也非常努力的打拼自己的事业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她可以选择休息 却不用把大好的时间拿去休息 她想多拍几部好的作品 白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不希望靠男人 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方面都能够匹配得上罗云星 我如果爱你 绝不当攀岩的领椒花 尽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而是你近旁的一颗木棉 跟紧握在地下 也相融在云里 这才是最健康的爱情 罗云星曾经说过 其实很难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又契合的人 如今遇到了 罗云星你要抓紧了 毕竟我们的鹿鹿子各方面都很优秀 其实说起白鹿 她演过很多影视作品 长相非常的有代表性 每一个人之所以喜欢她 不仅仅是因为她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 演绎的人物深入忍心 倒是一个非常有演技的人 更因为她的性格非常的活泼可爱 一点都没有女神的样子 虽然在长相方面特别的像女神 但如果与她接触 或者是看过她所参加的一些节目 就可以知道她真实的性格 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喜欢的人去了解 她出生在一个宫心家庭 并不是一个出生家庭特别好的人 之所以她能够成为铭心 也是凭借着自己不断的努力才获得的 像很多的90后那样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都会比较喜欢看一些电视剧 更喜欢唱歌跳舞 只是大部分的人 可能只是拥有着一定的想法 并没有付出时间 但是她在看一些韩剧时 就已经下定决心自己要成为剧中的女主角 甚至希望能够成为韩国的练习生 可能很多人对于韩国做练习生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其实在我国的一些明星当中 有很多人都是凭借着这样的身份 从而出道的 比较有名气的就是陆寒等人了 其实白鲁也曾参加过一些选修节目 只是并没有获得成功 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反而开始通过其他的途径 让自己有所发展 比如她曾经还因为长相漂亮 身材较好的原因做过模特 在生活当中 她不仅拥有着一个很好的性格 更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在学校读书时 更是同学老师喜欢的三好学生 我是一个只知道打扮自己的人 反而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 更是喜欢学习的人 包括现在进入演艺圈以后 她也是一个比较有水平的人 并不是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人 在拍戏之余 她也喜欢通过一些小视频当中 来分享自己的日常 看到了以后 更让喜欢的粉丝对她喜欢不已 真的是一个个方面都非常有魅力的人 所以罗云星这样的摆路 你可别错过 谢谢大家